可以看到現在場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場的轉播賽事 同時也是公開男生組68公斤級的金牌戰 有彰化師大的黃毓仁 處戰中正大學的廖金宇 那剛剛可以看到呢 在男生組的部分 其實力道和強度都比女生組的還要強很多 所以可以感覺呢是蠻容易受傷的 所以其實也蠻有趣的就是通常呢 練品勢跟練對打的選手 通常不會同時練品勢也同時練對打 但廖金宇選手比較特別的是呢 他今年也有參加品勢的項目 但最後還是能打到68公斤級的冠軍戰相當不容易 那金牌戰正式開始 一開始黃毓仁選手這個非常穩定的姿態 持續進攻打掉金宇選手直接逼出了場外 然後他獲得了第一個分數 那現場可以說是相當的亢奮啦 因為黃毓仁當然是大家 美光燈的焦點 是再度把廖金宇逼出界 那本次的金牌戰也關乎到黃毓仁選手是否能五連霸 在短短的三十幾秒就已經累積了三次的出界 那黃毓仁選手目前的分數是五分 以三個對方的判罰再加上兩分的中斷攻擊 那剛才也再加上了一個對方的出界 現在是6比0路線 黃毓仁在今天的前兩場比賽呢 都完全沒有讓對手得到任何一分 第一場是19比0獲勝 第二場剛剛是29比0 那現在呢 就看到金宇有沒有機會能夠從他手上拿下一分 但是現在馬上可以看到的是第六個判罰出現 黃毓仁選手有一個非常高強度的候選踢 嘗試要攻擊他的上半 上步 但是他只有把他逼出界了 黃毓仁選手有一個非常高強度的候選踢 那這已經是第八次廖金宇選手被逼出界了 會不會第一回合都沒有辦法結束就 比賽就結束了呢 現在是第九個判罰的出現 第十個判罰出現 所以最後呢黃毓仁就是以12比0 在第一回合就擊敗了中正大學的廖金宇 沒錯 在一分大概一分十秒左右的比賽 黃毓仁選手就把68公斤量級的冠軍賽給終結了 也成功連霸這次全大運的金牌 этого次就做在經營的民党搜索 frameworks 謝謝大家 警告你